继我上次做床头柜失败 被300多万人嘲笑后 我又要对床头柜发起进攻了 就用这些木条和菜板 造一个世间绝无仅有的重合锋 先把框架拼出来 用马丁枪固定 结实得很 框架拼好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怎么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呢 好久没有去木头了 再聚两块一模一样的木板 用来当底板和顶板 接下来就可以把所有的配件全都刷热器了 木板刷成石色黑胡桃的 框架就可以刷保留木纹的半透明木辣油 但我没想到 这半透明有点太透明了 刷了根本没刷似的 第二边 再来一层变化也不是很大 妈 我已经忘记我哪刷过哪没刷了 根本看不出来 第三边 接着 第四边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眼睛都要花了的无情的刷漆机器 啊 隔壁 终于不可以服装框架了 还到时候这样的 绝无仅有的床头柜在向我遭走了 呃 这门怎么关不上了 钉子太厚了 开个槽吧那就 很好 也给自己开了个槽 用菜板封住底部 腿我选的这种古铜色迷你版 这个螺丝也太小了 我的老花眼都要锻炼出来了 你别动了 我已经不想要一个绝无仅有的床头柜了 我就想要一个床头柜 它就仅仅只是一个床头柜就好了 就在我终于把螺丝拧完 以为马上就要顺利的时候 这是干什么呀 我的两块底板粘在一起 怎么粘得这么结实呀 啊 白刷漆 我可太高兴了 我可太高兴了 为了让它整体造型好看点 再加上点木条条 整点镂空杠 现在应该就再来腰格子了吧 顶板 就续 滑轮 就续 底板 就续 公司 上线 这回就没有人说 床头柜要散架了吧 突然觉得它不当个床头柜 当个编辑也挺合适 再夹 适去 请